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功读圣马斗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往加利雷亚境内,到了耶稣给他们指定的山上。 他们看见耶稣就逃败了他,但忽然有些人心中怀疑,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都交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应付几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均受。 至于我,我要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知道这时代的总结。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天主圣山 其实是要解释是很难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完美的解释出来 因为到底我们怎么样解释这天主圣山 因为它是讲一体三位 那我们怎么样是想不通了 有些圣户以前可能用三喝一咖啡来解释 那个是错的 因为三喝一咖啡里面那三样是不一样的 所以圣山是虽然是一体三位 但是也是同样一个 所以我们怎么样解释呢 其实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看他们的功能 因为天主圣山 每一位有他自己的功能 天主父功能就是创造者 天主子就是救主 天主圣山就是护卫者 所以每一位都有他的功能 但是还是一位天主 这样子讲起来也是没有什么解释到 只是讲 一个人有三个功能 像我们自己 我们看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 我们还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功能 我在工作上有不一样的功能 我在家里有不一样的功能 结婚的就是有父母还是的功能 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人 不是说分三个 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变了另外一个人 回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没有 还是同样一个人 所以 即使说 虽然 圣经我们常常看到 天主父好像在天上 天主子好像在地上 所以我们 怎么样 怎么样 讲也是 解释不到了 因为好像分了三个人一样的 因为不一样吗 天父 天子 天主 天主 圣神 不一样的地方 好像是不一样的人 怎么样 还是一提呢 这个 没有能够给答案 我们只是能够用功能的方式 来解释 然后 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我们每个人是 有肉身 有思想 有灵魂 我们人只有这三个部分 所以 我们还是一个 一个人 一个完整的人 不是说 我的灵魂是另外一边 我的思想是另外一边 所以要分出来 只有三个我 没有 还是一个 一个的我 只是 每一个部分 是 突然之特别 但还是 跟其他的 要合一的 所以 当我们看到 天主圣神 他们通常是 突然之三位 但是还是合一的 我们 是否合一吗 我们 人 如果要完整 完美的话 要合一 我们的肉身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灵魂 要合一 怎么合一 还是为什么要 灵魂 是属于天主的 我们的灵魂 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讲也好 看不见也好 我们灵魂 就是属于天主的 我们灵魂永远是 要靠近天主 但是我们的肉身 因为我们是 软弱的 永远是 要靠近世界的 所以灵魂就 跟随天主 肉身 跟随世界 难怪我们思想 每次很乱 因为思想是压在中间 好像被拉了的 一边要去天主 一边要 要去世界 所以 思想一直被拉 因为我们烦就是 我要跟着肉身 还是要跟着 我的灵魂 如果我们要 像天主圣山 一样 合一 我们肉身 灵魂 思想 也是要 把它合一 这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 这个世界上 很多诱惑的 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鼻子嗅到 所谓是 东道 所以我们呢 我们就是 我们的肉身 是渴望很多东西 世界上 现在越来越多 诱惑 越来越多 可以享受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 一享受 我们就 不想放下了 因为真的 很 很 很 有时候很 不过是很刺激 是想到很爽 但是我们知道 那些是暂时而已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渴望 静电话 要买了 新的 一个模特兒 又要买了 要 很多东西 我们要买 但是 到了时候 我们可能会 开心几天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过后呢 也是没有了的 那感觉也是没有了 所以 每一样东西 也是暂时的 爱 其实也是暂时的 你不相信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的 讲到爱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第一年 可能是那种 Honeymoon那种的 彼此讲爱我 爱你 爱我 这样子的 但是过后呢 也是慢慢慢慢会 少 少 不是说没有爱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 去 去更深的 爱一个人 所以 你看天主圣三 耶稣自己讲到很清楚 若安福音 天主只爱 天主父 天主父也是爱 天主子 也是爱 天主圣神 他们的爱 就是 真的很 强的 很深的 爱 我们自己 能够爱自己吗 我们如果 能够爱 我们灵魂的话 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肉身 被世界拉走的 所以我们的 加尔摩罗圣医会的歌声人 甚至 甚至让 说 我们要 超脱 所有 世界 给我们的东西 每一样 都要超脱 不是说 不能拥有 拥有 跟超脱 两个 不一样的事 我们拥有 但是我们 还可以超脱的 没有 也没有关系 有 也没有关系 所以 如果 要讲到 一 就是 我三个部分 灵魂 肉身 思想 要彼此将爱 就是 要把这些东西 拒绝 说 我不要 我是选 天主 因为当 我们说 我们选 天主的时候 灵魂 已经属于 天主了 所以 当我们思想 跟肉身 可以 跟灵魂合一 跟追 天主 那 那个人就变成 完整了 我们没有这样烦 不是说 没有烦恼 是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还在 这个世界上 肯定有烦恼 肯定有 诱惑 肯定有 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至少 知道 我们选的路 是 耶稣给我们的 道路 而不是 世界上的路 因为 跟着世界上的路 肯定是迷路的 跟随天主的道路 肯定不会迷路 所以 今天 天主圣战 叫我们什么呢 就是 一 跟我们自己的 那三个部分 彼此想爱先 合一 我们才能够 讲到 跟别人 合一 如果我们 不能爱自己 不能接受自己 我们也无法 接受别人的 天主 耶稣 说得很清楚 爱天主 爱令人 如爱我们 自己一样 如果我们 不能爱自己 不能接受自己 不能把我们 三个部分 合起来 我们怎么样去 爱别人 去帮别人 和他们 自己的 三个部分 我们 我们 祈求天主 一直带领我们 垫谈我们的心灵 派全圣神 一直 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耶稣所教的 让我们能够 真正的 跟随他 每一天 的决定 一直说 我选 耶稣 我天 选 天主 会议 能够 你 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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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